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 王尚 有请 大家好 我叫王尚 今年27岁 是一名乐队主唱 也是一名南高音 关键人的形象算是 而且还很年轻 最让我羡慕嫉妒恨的 就是他的学历 王尚 北大毕业 本科 研究生都是北大的 而且是学校合唱团的团长 带领着团员们 参加了在国际合唱界 号称有奥林匹克大赛之称的 叫世界合唱大赛 获得了两次金奖 既然有这么高的荣誉 选择了来越战越勇的舞台上 我觉得你是对番哥的一种信任 对不对 必须的 所以接下来给你额外关照一下 在正式表演之前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小的展示 因为我是这样 虽然说我的专业 我在本科的时候 是在北大读的中文 然后研究生的时候 读的也是跟一个音乐表演 不相关的专业 是文化产业管理 但是我从初三开始 遇到了我的美声老师 然后就跟着他学习美声 到现在已经13年了 美声对不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美声了 那这样 今天你看了歌剧 刚才我们也听了 其实我们观众是有那种欣赏美声的 就这样的前置 好吗 没错 带来一段表演 好吧 好呀 谢谢 眼睛 盐中 Menschen 眼睛灯的像同龄 射出闪电般的精明 尴朵 竖� notamment 好 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 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 海的那边有一群烂精灵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可爱又伶俐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他们相互关照彼此多欢喜 啊 可爱的蓝精灵 啊 可爱的蓝精灵 可爱的蓝精灵 就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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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放过了几座山 又约过了几条河 吃梅忘量怎么它就这么多 看我老孙 一把喊 杀你个魂也丢来破也落 神也发抖鬼也哆嗦 打得那郎城湖吧 无助多 唱得挺好啊 这样 听了你这几首歌连唱的 我那个学历正在了 我说再确认一下 到底是北大毕业的 还是北大幼儿园毕业的 你唱完了 彻底把我童年的记忆搅浑了 传乱了我 但是他唱的这些歌 就咱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没错吧 别咱小时候 咱们大了就砍了应该是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 用美声唱 听起来还真挺好听的 对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要我说我本人其实就是 没学美声就是最大的遗憾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 因为我在来之前做了点功课 我们帆哥其实学过一段时间的美声 而且学得还不错 当年报考了音乐学院 特别厉害 虽然说没有考上 但是今天我来这 其实是抱着一个 要跟帆哥请教的一个目的 想学美声 对 其实我按照道理来讲 就是弟弟上台请教 我是应该能够给你示范一下 但是我遗憾的通知你 我今天唱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很尊重艺术的人 因为唱美声 合适的场合 还得有合适的着装 你看我这身衣服 我承认确实是帅 但是没有后面那两个小尾巴 小燕尾 燕尾服 对对对 一唱美声必须得穿燕尾 好 麻烦老师帮我把燕尾服拿上来 我早有准备 你 你在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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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可能叫盛情难缺吧 这我前面不太能确认 是不是燕尾啊 可以可以可以 是是是够穿 可以起飞了 对不起 还唱不了 因为我又唱不了 因为唱美声啊 他不是跟伴奏 卡拉OK那伴奏带 我一般都是跟着现场的交响乐团 最重要的前面就有个指挥 拿个小筷子在那一比划 哦 好 那就麻烦老师再给我把指挥棒拿上来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指挥 但是 还是可以 凑回去 就凑回去 但我还得告诉你 唱不了 因为一般上来不还有给 歌唱家献花的环节吗 哦 这都准备好了 那都是蔬菜我们家晚饭啊 其实我刚才一慌 这还真不是我准备的 但幸好 刚才我们食堂部门呢 有准备 好 既然鲜花也有了 他准备都挺齐 看来是 今天必须要交了 那我就简单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嘞 我给大家演唱一下 《越战越勇》的主题曲 我自己做此作曲的一首歌 《为梦畅想》 《美声版》送给各位 谢谢 来 我心中有个梦 像是七色的彩虹 总在爱与红不现每一次心动 注意啊 要变速了 雖然我比你看起来还要不同 声调 但是我加油 这天的气力 声调 今天的我一种不同 戴上了坚强的笑容 拿起手中的麦克风 这一次请你做我的观众 今天呢我没有慌过 让所有人为这首歌感动 一起掌声像属于自己的梦 唱着完 唱着完 大厂音 《越战越精彩》 我觉得这样 今天咱们也算是互动 你重点不是光听嗓音和我这美声 你有没有听到刚才我唱 原创 这是这首歌最大的价值 你懂什么叫写歌吗 我恰好还懂一点 有自己的作品吗 这样吧 我就略微即兴地 给芳哥来一首 这还能建场即兴 那我们来听一下 好 有一个军主持人家洋帆 帅气又幽默人人都喜欢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遗憾 无论怎么努力也上不了春晚 一拿几花筒就放着光芒 用款校给大家带来希望 人爱生活爱音乐为爱痴狂 就算扭洋歌也能扭成一带舞啊 这是很有财 而且重点是什么 人家刚才讲了 北大本科研究生 人学的都不是专业 对不对 是是是 本来你的毕业之后的对口的方向 应该是 根据我当时学那个专业 顺人当当找一个对口的工作 那我现在应该和台下 各位好看的导演哥哥姐姐们一样 就是站在台下 看台上的人表演 看台上的人唱歌 包括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 那会我的导师呀 他就经常跟我说 说王上 你在舞台前面经常会唱歌 但是你学了我们这个专业呢 就要试着说 习惯一个从台前走到幕后的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习惯了一段时间 我也站在幕后 就是看了别人的唱歌 我发现稍微有一点不甘心 舞台对我来说 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还是喜欢在舞台上 通过歌声通过的表演 把更多的欢乐带给大家吧 你也可以考虑来月寨月泳当编导 你不是觉得当导演在台下 只能看着别人演吗 你看我们月寨月泳的导演 上台次数比杨帆都快多了 他回头再者 当导演就觉得不过瘾 他后来就要在台访之战了 其实我在北大合唱团嘛 然后您刚才也介绍说 我当过我们合唱团团长 有一位我的师兄 他也跟我一样当过合唱团的团长 算我的前任 他叫萨贝宁 就是 大家确实比较喜欢 在这给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 未来他要取代你的位置 你比萨贝宁优秀 你好好唱好不好 我看好你 我感觉比他高一点 你就是下一个刘和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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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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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